涉及车震事件的两名华裔男女 今天早上被带到新山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 两名男女相继于今早上午9时 抵达新山法庭 两人全程低头 回避媒体的拍摄 根据现场情况 涉案的22岁华裔男子 发现媒体在场后 显得惊慌不安 试图举起双手遮住自己的脸 至于17岁的女孩看到媒体后 加快了步伐 试图避免拍摄 据悉 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引起热议后 警方已在昨天下午逮捕两人 扣押了一辆红色的Oxia汽车 和一件红白色的T恤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 377D条款 在公共或私人场所 进行裸体或尾泻行为 进行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两年 针对首相安华 发表穆斯林不应该过于 安逸和傲慢 以致边缘化 其他种族的言论 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 Gagason-Bansa 谴责首相安华的言论 认为他的说法非常令人震惊 该组织的发言人 阿米努丁表示 没想到安华会发表这样的言论 更不用说是作为首相 阿米努丁表示 安华对穆斯林马来人的态度 给出了不准确的描述 他的言论侮辱了马来人 他说 如果马来人真的很傲慢 不善待其他种族 我想这个国家已经很久 没有其他种族了 阿米努丁认为 安华在刚刚访问柬埔寨时 敦促马来人 效仿该国人民的榜样 该国的大多数人 是尊重当地穆斯林 少数民族的佛教徒 他批评安华举了柬埔寨政府 举行开斋仪式 并从非穆斯林中 任命部长的例子 他问道 他是否忘记了 该国自独立以来 在内阁中任命了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几十年来 某些部委职位 已经成为某些非马来人 和穆斯林政党代表的 配额或传统 阿米努丁说 即使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 在马来政治领导人的 坚定支持和支持下 许多非穆斯林 也赢得了人民代表 他指出 尽管这些人 已被证明是种族主义者 和反马来穆斯林 但他们仍然能够当选 他还认为 马来西亚政府 一直在庆祝 伊斯兰教和马来人以外的 宗教和民族节日 因此无法理解 安华为什么要混淆 穆斯林马来人 傲慢叙述的论据 阿米努丁质疑 安华的言论 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他说 如果这就是政府 对马来人的态度和想法 我可以说 马来人的未来 是非常黑暗的 即使他们仍然存在 他们实际上 可能会被消灭 我们太多了 甚至太宽容了 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受到 各种方式批评 前首相丹斯李牧 尤丁抨击安华 对于南中国海课题 所发表的声明粗帅 不负责任 已经对我国主权造成威胁 他今日在面子书上 撰文指出 安华日前在国会上 针对南中国海课题的言论 形同间接承认 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张 此声明是粗帅的 这不是一名首相 应该发表的言论 因为他间接承认 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张 而相关的地区 本来就属于 大马合法所有的领土 慕尤丁说 国游Petronus探勘的区域 属于大马领土 即使被中国声称拥有其主权 这个课题是绝对不能谈判的 慕尤丁强调 大马必须要坚定 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 以维护国家领土的 权力和主张 首相声明 大马持开放态度 对待其领土主权的谈判一事 以为国家主权 带来受到威胁的风险 首相在国会中的表态 非常软弱 及极不负责任 像是在向外国势力 典荡尊严和国家主权 他也认为 首相应该坚定捍卫 1979年马来西亚地图中 划出的国家领土范围的主权 尤其至今南中国海争议尚未有结论 而东盟也未对南中国海主权重叠问题 达成共识 他强调 针对主权重叠问题的任何讨论 都必须要根据 动能共识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 虽然大马承认中国是经济强国 但国家主权不能妥协 考虑到东盟十国的地位 大马必须本著国家主权原则和东盟理念 更加谨慎处理国际海事课题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女儿诺亚纳 促请政府采取行动 对付上诉庭法官拿督 莫哈默纳兹兰 因为后者设违反2009年法官道德守则 诺亚纳在Instagram现实动态上说 莫哈默纳兹兰的行为 是一项影响国家司法机构的严重罪行 他还说 每位法官都必须秉持最高原则 不要再躲在无知的面纱后面 影响司法机构的严重事件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法官应该遵守最高标准 贪贪会行动 审查小组主席拿督阿末·罗斯里强调 律师工会的声明并不完全准确 特别是有关贪贪会无权 也无能力调查高庭法官的说法 他表示 作为打击贪污的单一实体 贪贪会在2009年 反贪污委员会法令授权下 有权调查任何形式的贪污和滥权 且没有任何机构或团体 比贪贪会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具备更强的 调查贪污刑事犯罪的能力 他还指出 当贪贪会收到关于贪污 滥权或挪用公款的报告或投诉时 就有责任展开调查 如果发现有证据和事实支持贪污或滥权 就会将调查文件提交给总检察长 根据调查的事实 有些情况下 贪贪会可依据1975年第17号和1997年第5号服务通函 经检察官的同意 将案件提交纪律处分 阿默罗斯里也提到 律师公会声称 贪贪会没有能力或管辖权调查前高庭法官是不正确的 他强调 如果没有贪贪会调查SRC国际案件的能力 该案就不可能经得起法庭审判和获得强有力的定罪 经得起被告人的极其上诉 他认为 无论是行政部门 立法部门还是司法部门的成员 任何人或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免于执法部门的调查 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斯里亚督拉乌昨晚宣布副行政议员阵容 10名副行政议员当中 有两人来自西蒙行动党 这两名行动党州议员分别为 哥打拉沙马奈州议员刘志郎 受委郊区发展农业及食品安全事务副行政议员 吉伊利区州议员林朝燕受委妇女 家庭及社区发展事务副行政议员 根据名单 目前仅青年 体育及非政府组织事务尚未委任副行政议员 另外八名副行政议员均来自巫统 除了石干州议员兼前行政议员在抵押丹麦 其他皆为新面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